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点 曼菲天使们就开始着手准备开店 环境整洁 便当备菜 样样都自己来 早上来他们第一个工作就是先洗米煮饭 那他们老师有教他们就是要用一个漏水 那个漏水这样子洗米这样 很专心喔 要水泼出来了喔 好 可以 好 可以 绑起来 然后盖子盖起来 橡皮筋 橡皮筋 这位到处关心进度的 是庇护工厂的领事长 大家都叫他王姐 原本是位艺术老师 因为认识了身体障碍的朋友 从此踏入社福工作 人生下半场 做一些想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那其实也是一个因缘计会的关系 第一个朋友是一个市长跑者 然后他需要 在工作上需要帮手 那时候他就邀请我说 可以不可以帮忙 所以我那时候就 就踏入了社福的这一款这样 庇护工厂是身心障碍者的 适应单位 在这里训练他们拥有工作能力 协助他们顺利找到一般的工作 也让他们找到发展自我的机会 对 那是什么工作 炒洋葱 哦 炒洋葱 还有呢 还有蛋 还有呢 没有 没有了 还有鱼 热爱烹饪的明明 是唐氏正宝宝 在这里他就可以一整才能 切鱼的话就会大小片那种 很紧张每次 因为不一样的人切 就会有状况出来 就有的时候切的比较大 有的时候切的比较小 那因为他们对那个 大小不太会分 所以要找那一个 比较 比较自由那种概念的 去负责这一块 所以就是说 依照他们的能力 小鱼比较破风症 所以他们会一直 抗肥的方法 他这个供电能力是有的 烤鸡是这里的招牌菜 鸡肉需要先腌上一天 放进烤箱稍微烘烤后 拿出来刷上蜂蜜 再继续烤 过程完全不马虎 香气四溢 经过一上午的努力 终于把菜色准备完毕 所有学员们认真专注地 帮忙装盒准备出餐 准备出餐 小文是心智中度障碍 再加上肢体障碍 小时候因为水脑症开刀 当初医生说她活不过几年 但如今已经二十八岁了 这个是我们江苏做的 专业的介绍餐点 对每个菜色的制作了若络之掌 自信的神情透出满满的成就感 这个青鱼便当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公宝鸡丁 你最喜欢吃哪个 我目前呢 我目前喜欢的是这个 这里只是个培养职能的中继站 但有时转出到职场工作的学员 却会因为种种原因碰壁 又回到庇护工厂 外面薪水很高耶 我不想 为什么 不想啊 为什么 你以前在外面的时候要怎样 要被欺负啊 怎么欺负你 被人老婆丢石头啊 丢那个 那个什么 锅子吧 开人 为什么会开你 不会啊 不会被人开了 嗯 教不会就开你这样子 对啊 这样子 职场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不想出去就这样子 对啊 这样子的小孩子 他不认识 所以 他们的状况他们也不了解 所以 他们在工作上面 能够不适应 不能很顺心的说 像刚刚那位 就是说被打 或是这样 那他就 就重新再回到 披护工厂这里 再重新再 再做 但是你又看到他说 他也不想再出去了 因为已经好几次都被这样子了 所以他也不敢再出去 就回到披护工厂这样 我比较担心的是说 有些人 他们的黄金工作年龄是25到40岁 这当他们 开始能力退化的时候 没有办法来负担这边工作的时候 基本上他们是要往哪里去 可能就是往小作所 或是往设政方面去 那因为我们协会比较小 我们没有一个可以退的机制 你可以前进到一般职场 但是后退的这一块没有 但是我们也有想 有没有在考虑说 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完善的 就是慢慢建立一个 比较完善的一个机制 然后让他们是有前进 也有可以退的地方 高飞庇护工厂已经成立了13年 协助了无数身心障碍者 在这里找到自我价值 未来也会继续将这份温暖 带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将他们的笑容和强韧 让更多人看见